2022年5月12日,由全球13個機構 共同主導的《事件世界望遠鏡計畫》 公開史上第二張黑洞照片 帶度引起全球天文米的瘋狂 究竟黑洞是如何從一個紙上的理論 一步步被證明,到最後被觀測出來的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黑洞理論的歷史吧! 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2019年4月10日,《事件世界望遠鏡計畫》 公開了人類史上第一張黑洞照片 讓世界各地的人第一次觀測到黑洞的真面目 而在2022年5月12日,EHT計畫又公開了 另外一個黑洞的影像,人馬座A-Star 在這之前,相信很多人早就對黑洞耳熟能想 它是科幻電影當中常出現的時空入口 也是科學家們認為真實存在的神秘心體 但你知道嗎?其實歷史上曾經有一段時間 科學家們認為黑洞根本不存在 甚至連深入研究的動力都沒有 今天的這一集,我們會從黑洞理論開始談 聊聊黑洞經歷過什麼正義 又是誰證明了黑洞的存在呢? 但按照慣例,在開始之前 先讓我們來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有自由規範,並且有直覺好用的後台 讓你能輕鬆管理內容,持續累積曝光流量! 現在就聯繫我們,讓我們根據你的預算和目標 為你量身打造一個最適合的網站! 也歡迎點擊資訊欄,看我們更多的作品喔! 黑洞的概念是怎麼出現的呢? 雖然有不少人認為,愛因斯坦提出了廣義相對論之後 黑洞理論才第一次增長 但事實上,早在18世紀 英國物理學家米歇爾,跟法國數學家拉普拉斯 就已經利用牛頓力學提出類似的學說 當時,不少學者認為光是一種微粒 也就是實際的物質,所以會受到重力的影響 而基於這樣的想法,米歇爾跟拉普拉斯推測 如果一個恆星的質量夠大 它的重力就能把光微粒困在恆星上面 如此一來,外界接受不到光微粒 就等於這個恆星是一顆看不見的星球 但是後來,荷蘭物理學家惠根斯 提出了光的波動說 認為光是一種波,並不會受到重力影響 而隨著波動說被各種實驗證實 許多人接受了這樣的想法 也就是間接否定了看不見的星球的存在 不過,到了1915年 在愛因斯坦提出了《廣義相對論》之後 這個看不見的星球,似乎又敗不復活了 在《廣義相對論》當中 愛因斯坦把重力重新定義成 巨大物體對於時空造成的扭曲 像是恒星的附近就存在著時空扭曲 間接地影響了周圍其他天體的運動 而這個革命系的理論 完全顛覆了學界過去的認知 當時德國物理學家史瓦西 深深地被《廣義相對論》吸引 而在研究之後 他不僅推算出了《廣義相對論》主軸 重力場方程式的一個解答 還算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臨界半徑 當一個天體的半徑 小於臨界半徑的時候 就會因為自身的重力 而塌縮成為一個體積無限小 密度無限大的奇異點 這個時候,因為奇異點具有強大的引力 在臨界半徑內的所有物質 包含光線在內,通通都逃不出去 以現在的觀點來說 這個就是黑洞的初步概念 舉例來說,地球的臨界半徑 大約是一公分左右 也就是說,如果在維持質量不變的狀況下 把地球壓縮、壓縮、再壓縮 壓到比一顆迷你足球、巧克力還要少的時候 地球也會塌縮成奇異點,變成一顆小黑洞 距離奇異點一公分以內的物質 都被吸進奇異點,進入一個我們完全無法預知的領域 到了1930年代 科學家歐本海默跟史奈德則進一步指出 一個巨大的恆星,的確可能因為崩塌而形成黑洞 他們認為,恆星的內部有兩種力量 一個是因為核融合反應 由中心向外擴張的龐大能量 而另一種則是因為這個恆星本身 因為質量而向中心落下的重力 一般來說,這兩種力量會達到平衡 但是當核融合的這個燃料用盡 向外擴張的能量變弱之後 星球龐大重力站上風 就會讓物質往中心塌陷收縮 進而演變成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 以上的這些研究都點出了黑洞存在的可能性 但對許多人來說,黑洞的概念還是難以接受的 首先,奇異點的概念實在是太奇異了 即使這個數學模型看起來黑洞有可能存在 但要想像所有物質、光線 都會掉進一個密度、無限大、體積無限小的一個點 還是讓許多人難以置信 過去許多的科學家也都是這樣想的 不少人認為,黑洞只是理論上的產物 就連愛因斯坦本人也評論 施瓦西的計算只適用於理想世界而已 並不符合真實的狀況 除此之外,科學家對於星球會塌縮的說法 也充滿了質疑 不少人認為,宇宙一定存在著某種機制 阻止天體塌縮到臨界半徑以內 雖然有科學家想藉由實際的觀測 或是其他數學模型 確認天體塌縮、會演化成黑洞 但是由於當時的學界 還沒有完全參透這個廣義相對論 再加上星體觀測也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證據 導致黑洞理論走入死胡同 相關的研究陷入了長達幾十年的泥沼 所信用,有一部分的科學家堅持下去埋頭研究 而最終讓黑洞理論再次復甦 衝回主流,進入了黑洞研究的黃金年代 1960年代,黑洞理論出現突破性進展 其中一個重要的工程 就是日後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羅傑·潘洛斯 1965年1月,潘洛斯發表了一篇論文 用全新的模式解讀黑洞,證實了奇異點非常有可能真實存在 而這篇論文也被譽為 是愛因斯坦之後廣義相對論最重要的著作 不只讓黑洞理論見趨晚輩 也讓科學界再次重視了黑洞的研究 另外一方面,天文觀測也大有斬獲 隨著無線電波探測的技術越來越進步 天文學家也觀測到 許多需要用重力塌縮才能解釋的天文現象 再加上美國理論物理學家惠勒的臨門一角 用電腦成功模擬出了黑洞 而到了1960年代末期 黑洞已經成為主流,逐漸被科學界接受 到了20世紀末期 根據電波觀測和恒星運動的觀測 銀河系中心有一個超大質量的黑洞概念 慢慢成為了科學界的共識 不少科學家也發現 銀河系中心附近發射出的強烈X射線 可能是黑洞外圍物質摩擦碰撞 產生的高溫與絲傷所造成的現象 而在人馬座Astar的位置 就是最強的X射線電波園 不過由於過去的天文觀測技術 還無法直接觀測到黑洞 因此科學家努力透過間接證據 來推測一個星體是不是黑洞 當時德國的根塞爾以及美國的蓋茨 就分別帶領研究團隊 觀測人馬座Astar附近的恒星運動 藉此計算人馬座Astar的星體質量和半徑 結果兩個團隊都發現 人馬座Astar具有巨大的質量 但體積卻近似於一個點,極有可能就是黑洞 這個巨大的突破也讓他們之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的肯定 到了這個階段,無論是理論還是間接證據 黑洞的存在幾乎沒有爭議了 而下一步,人類的目標就是要親眼看見黑洞 為了看見黑洞 科學界啟動了全球合作的 《事件世界望遠鏡計畫》 這個計畫的目的很單純 就是要獲得一張黑洞的照片 可是拍照需要有光才能成像,但黑洞本身不發光 那要怎麼做才好呢? 黑洞附近的物質,在繞著黑洞高速旋轉的狀態下 會發出電磁波 而因為黑洞有極端重力 不僅彎曲的時空,也把電磁波的軌跡彎曲了 讓黑洞像是影子一樣投射出來 所以說,雖然是黑洞的照片 但概念上其實是拍攝黑洞影子的照片 另外,我們能夠觀測到的黑洞非常非常非常的遠 為了有夠大的解析度 我們就需要有口徑很大的望遠鏡 EHT計畫,便是聯合了包含中研院天文所在內的全球13個機構 使用在地球表面各處的8個望遠鏡 利用特殊的演算法,模擬出一台地球等級的望遠鏡 這個龐大的計畫,花費了20年才建置好軟硬體的設備 終於在2019年,EHT公布了史上首張的黑洞照片 一個位在於M87星系中心的超大黑洞 讓人類首次目睹黑洞的真面目 而在三年之後,EHT再度公布了第二張黑洞照片 也就是剛剛提到,位在銀河系中心的人馬座ASTAR 第二張照片再度證明,EHT的觀測方式是正確的 未來可以繼續往這個方向發展 下一步,科學家將會探索更細微的黑洞結構 獲得更精細的黑洞照片 除此之外,EHT計畫也打算建立太陽系等級的望遠鏡 來觀測附近星系的黑洞 值得一提的是,EHT計畫能順利進行,台灣團隊的貢獻是不可或缺的 像是在這次觀測中,大約有40名來自台灣的研究員與工程師 支援了其中三座望遠鏡的建造與運作 此外,台灣甚至還救援了一次觀測 迅速支援了南極站點所需要的儀器 讓觀測能順利進行下去 其實黑洞理論的歷史,還有很多很多的人物跟故事可以講 像是霍金對於黑洞的賭注,或是發現重逆波的過程 其實都是非常精彩的故事 但礙於篇幅,我們今天只能忍痛省略很多的細節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到我們的延伸閱讀 去了解更深入的內容 在看完了資料以後,我們真心覺得 能夠見證到科學界從預測黑洞的存在 不斷質疑、證明、質疑、證明 直到能夠實際看到黑洞的過程 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歷史上很多重要的科學發現 都是先觀察到一個特別的現象之後 才利用實驗去把這些現象歸納出來 進而發展出背後的理論 但黑洞的出現卻恰恰相反 人們先是從理論中預測到黑洞的存在 再一步一步地尋找黑洞的存在的證據 而這兩次EHT計畫的成果 不僅是證明了前人的智慧 也證明了人類只要放下爭執、氣球合作 足以將我們推向從未想像過的領域 讓知識的邊界再次被拓展 好的,那今天的最後想問大家 第一眼看到黑洞的照片時,你的想法是什麼呢? 超感動,終於看到黑洞的正面目了 比太被俘了,感謝全球科學家的付出 所以覺得很有趣,原來黑洞長得像田田圈 第一有點小小失望 原本以為黑洞照片看起來會更厲害 以其他底下留言分享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一起知道黑洞科學史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看看 《移民火星可能嗎?》 以及《超猛的哈勃太空望遠鏡》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